最灵笼第166集 九品世袭制设灵台相阁 破阁取士 拔拙寒门才俊 不依倾向自辞使 九月 颁君田令 清障田母 劝克农丧 清瑶伯父 父子兵役不夺农食 十二月 胡州广安广通渠城 两江连通知其纵横 尽从天立 贯田万亩 江东平原 绝天汉雨落之灾 岁无积景 年有风雨 第18年3月 帝诏修天朝律 尽薛圣无所用酷俊之法 废库行十三种 减大屁九十六条 减流入习者七十条 薛凡去度 宽人甚行 八月 被宜秋之别 遣中原百姓荣于边城 四与之内一世同仁 胡岳一家自古为有眼 第19年 涉郎州 文州 岳州 明州 梁州 梁州等十一处商部 四通貿易 意欲来朝者 数以千万 使臣 商旅 意者 僧人 云集于帝都 新圣公 太宵湖 青州悠然 波上寒烟脆 青山如平 半世繁华影 转眼又是一年 春已去秋风远 望过了尘世风云 看不尽万众苍生 泛周庭照 偷得福生 伴日贤 传贤之策 叶天灵 贤贤已在那里 手中玩着一只紫玉霄 青袍广秀随风飘扬 双目半合 神情惬意 清晨坐在他身边 白衣如云 千华不染 先知弄闲 青阴自正阴琴上流泻 婉转在他指尖 流荡在云波之上 只是漫无目的的父亲 只未与他泛周易游 自从第17年的那场宫变之后 清晨因旧集 移居宣圣宫敬仰 此处山水灵秀 宫愿清静 他渐渐便很少再回大正宫 常住在此 这几年 身子时好时坏 他也早已成了习惯 一手医术尽在自己身上历练的精湛 命随天定 人亦可求 或许是因清晨回宫的时间越来越少 叶天灵来宣圣宫的次数便越发多了 今日随性而至 四处不见他人 在这太宵湖上听到琴声 寻声而来 却见他独自抚琴 遥望那秋色清远的湖面 思绪悠然 点点曲音 轻秒带远 叶天灵原本静静听着 乌尔薄唇一阳 回眸相望 修长的手指抚上朱霄 清澈的霄音飘然逍遥 携纳云影天光 顿时喝入了琴声之中 秋水消然 云波远 龙翔凤舞 入九天 西闲如丝 玉洁冰青 紫竹修然 明彻洒脱 清澈笑看了一眼 羊手轻拂 情音飘摇而起 情声飘逸 清风去 淡看烟雨苍茫 消音旷远 波潮声 笑对沧海浮沉 一曲沧海笑 那消音与情声流转合奏 如为一体 不在指尖 不在唇边 仿佛只在心间 心有灵机 彼翼相顾 共看人间逍遥 且听潮起潮落 相邪相伴 红尘万丈落尽 笑傲此生 海阔天空 情音渐行渐远 消声淡入云天 伴着最后一抹鱼音鸟鸟 清晨似乎轻叹了一声 笑问叶天灵 四哥 你还记得这首曲子? 紫竹修在叶天灵手边打了个转 他对她一扬眉 当然记得 我第一次听到你的琴 便是这首曲子 清晨手指抚过冰弦 垂眸一笑 叶天灵缓步上前 低头问道 清儿 这一路你陪了我十年了 开心吗? 清晨淡淡微笑 即使陪你 自然开心 叶天灵唇脚勾起个清俊的弧度 微微摇了摇头 再道 在想什么? 告诉我 清晨凝眸注视于她 她那俊逸的笑容潇洒不羁 黑亮的眸心炫光明耀 一直透入她的心底 将她看得清清楚楚 她低沉的声音 似乎在诱惑着她 等待着她 纵容着她 如此坦荡的目光 映着洒爽的秋空 避云万里 一览无余 她突然扬眸而笑 看向这摇池穷楼 京殿碧园 慢慢问道 方寸天地 天不够高 海不够阔 四哥 你可舍得 叶天灵朗声长笑 笑中异性傲然 几是方寸之地 何来不舍 清晨灿然一笑 当真舍得 叶天灵 抚上她的脸庞 舍得 是因为舍不得 她将清晨带入怀中 手指穿过她优良的发丝 眸中尽是怜惜 暖暖说道 清晨 我答应过陪你去东海 这俗世人间 你已陪了我十年 以后的日子 让我来陪你 清晨笑而不语 撤手靠在她温暖的怀中 两人立在船头 湖峰清远 迎面扶起衣衫秀媚 青州飘荡 渐渐淡入了烟波浩渺的云水深处 天朝史帝都 卷九十四 帝要十一年三月 帝命战王摄政 携天后东巡 四月登京云山 祭史帝 从江成渡过七州 抵九园 五月至郎州 登州出海 宇宙风 海狂浪急 齐散重船 浪西 帝州不复建 帝要十一年暮春 帝都本是暖风艳阳 繁花似锦 上下正通人河 四处歌舞升平 却忽然被东海传来的消息 掀起轩然大波 帝后东巡的座州 在东海遭遇风浪 竟然失去了踪影 郎州水军出动二百余艘战船 战事数万 多方寻觅 仅在三日之后 寻得随行船只二十一艘 其余珠船皆不得归 帝后罹难 消息一惊确实 举朝震害 天下俱哀 天朝三十六州百姓 布殿清商 枯望东海 天地为仇 草木同碑 帝都内外一片肃然悲凉 大政宫太极殿前 群臣告速跪寇 此时已败为灵台内向的思维云 手捧浩帝传位诏书 帅几位相乘跪在殿内 面对的是战王白衣束缚的背影 恶耗传入帝都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东海水军数十次出海寻找帝州 却始终一无所获 靠帝与天后生还的希望已极为渺茫 但无论如何劝说 战王始终坚持 不肯继承皇位 国不可一日无君 四维云等悲痛之余忧心不已 今日再次殿前跪求 战王却一字不言 只是望着那金鸾宝座 污渍敬礼 四维云抬头 眼前那奇长的背影 在高大雄伟的殿堂前 显得如此孤寂 他几乎能感受到战王心中的悲伤 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楚 带来的悲伤 无言 无声 无止 无尽 弥漫于整个辉煌的宫穴 天地亦为之寂寥 王爷 四维云再次叩请战王受命登记 身后众臣一并扶手 战王终于转过身来 殿前丧观哀福 一片肃色如海 接近落在他幽济的眼底 你们退下吧 他缓缓说了一句 王爷 退下吧 四维云与杜军树相顾对视 无奈叹息 只得俯身应命 群臣告退 大殿内外渐渐空旷无声 暮色余晖落上龙阶炎柱 在殿中光洁如静的悬石地上 涂抹出静寂的光影 夜天站往前走去 空荡荡的大殿中只有他的脚步声 清晰可闻 走过漫长的殿堂 迈上高高的御阶 最后停在至高处那张龙椅面前 他伸出手 触摸到那流光金灿的浮雕 忽然猛的一用力 龙鳞利爪直刺掌心 尖锐的疼痛骤然传遍全身 心中万箭传射的感觉 仿佛随着这样的痛 稍微变得模糊 他一顺不顺地看着这张龙椅 百般滋味 浸在心头 曾经他最想得到的 曾经他苦苦追求的 现在浸在眼前 然而却只有一个人 永远消失在他的生命中 他得到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在最不想得到的时候得到 在最不想失去的时候失去 痛过之后 心中仿佛一片空白 他撑在龙椅之上 居然发现自己笑了出来 死死苦涩 进入骨髓 无声地嘲弄 无形地笑 父王 身后突然有人叫他 燕天战回头 进元修手中拿着什么东西 站在大殿的一侧 见他转身 元修便走在玉街之前 抬头道 黄伯母去东海之前 留给我这个墓盒 嘱咐我在三个月之后 亲手交给你 叶天战 叶天战接过元修手中的墓盒 熟悉的花纹 精致的雕刻 正是他西年出征之前 送给清晨的 他急忙打开盒盖 里面仍是那只玉簪 白玉凝枝 木兰花镜 旁边是一幅血色的丝绢 随着他手腕一抖 丝绢上两行字迹 展开在眼前 分明是两个人的笔迹 却神谷相合 如同出自一人之手 脱君设计 还君江山 元修站在旁边 看到父王的手 在微微地颤抖 父王 他忍不住 上前叫了一声 叶天战双手紧握 猛地闭目抬头 久久不能言语 待到重新睁开眼睛 他眼底红丝隐线 唇角 却缓缓溢出了一丝通透 而明澈的笑 帝耀十一年七月 湛王登基即位 称圣帝改元太和 太和元年 侧王妃进世为贵妃 敌皇子元修为太子 九月 御驾东旬 驻郎州三月有余 至岁末返嫁帝都 数年后 天下大治 太和一朝 朝无贪拥 也无遗嫌 九州岁收封年 米眉斗不过二前 中岁断死刑 仅余二十余人 东至于海 南及武陵 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道徒不惊 史称太和盛世 郎州观海台 叶天战副手独立在山崖之巅 浩瀚的东海巨目无极 长风吹得他长山飘摇 却不能撼动那挺拔身姿 遥远的天际 仍笼罩在一片暗青色的苍茫之中 牙前是陡直的峭壁 前伏后继的海巢 击上岩石 卷起惊涛万丈 碎浪如雪 半空中纷纷散落 随着汹涌的掏声 遥遥退去 消失在波兰浮沉的远处 潮起潮落 汹涌澎湃 一浪过后又是一浪 周而复始 无休无止 避浪无尽 天外有天 夜天站望着这一片 他曾经历尽风浪 一手缔造了安宁的东海 海天一线处 渐渐露出一道晨曦 随着朝阳慢慢升起 海面上浮光绚丽 云霞翻涌 仿佛深处蕴藏着巨大的 无法抗拒的力量 终于一轮蓄日 喷勃而出 万丈光芒夺目 在天地间 照出一片波澜壮阔的辉煌 夜天站浑身沐浴 在这蓄日的光辉之中 深邃的眼底 竟是明亮与坚毅 回首处 长风万里 江山如画 请继续收听 最玲珑 第167集 大结局